劉建國請以身作則自拆總部違建 農地上只能蓋榮設 而且建築基地不應超過農地的10%面積 但劉建國的競選總部面積超過數倍 可以說是個超級大違建 一個選雲林現場的人 如果在選舉期間自己都在違建裡 如何讓人相信他在選上現場之後 可以整頓違建呢? 所以誠懇的建議劉建國委員 不必用所謂的高標準自我要求 用最低標準自我要求 你也應該主動的把你的競選總部拆掉 宣誓現場違建與庶民同拆的決心 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拿我是租來的競藉口 只會讓人認為 就算劉建國當選 也只是一個言語立人 寬以待己的霍心理現場 劉委員你說是吧 劉委員你說是吧 競選總部趕快拆一拆吧